我們台灣的所有媽祖都是從美洲來的 那叫特別嗎 如果我們套用以前有一句話叫做反攻大陸 那我們全台灣的所有媽祖 反攻大陸的第一名就是我們洗衣口的媽祖 我們就用這樣解釋好了 現在在當時船運來來去去的時候 另外有一個叫仙游市的那區的福建仙游的那區的老百姓 經常也傳來來去去 然後為了平安 所以從這邊我們洗衣口媽祖經起了一個聖義牌 借靠媽祖經這樣聖義牌放在船上 然後像保平安來來回回 之後他們覺得我們這些媽祖太聯想了 所以就在他們的鮮游地方 就建造了一座媽祖廟 我們要說的虛擬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從這裡在分林回去 這就是我們松山媽祖的一個特色 這一段歷史一直被淹沒了三十幾年 大家都忘了這回事 一直到差不多五年前 那因為大甲媽祖那邊有邀請大陸了一批三十幾位媽祖公的職士來台灣 然後之後會來到我們這裡參觀 然後一抬頭一看到上面還寫了一個錫口 他就很驚訝了 我們那邊也叫錫口 他聽說當初他們知道 是從台灣分林過去的 但是今天看到錫口 他就想 究竟跟他們有沒有關係 結果 果然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緣際會 又把這段歷史重新找回來 來這邊建的 建媽祖公的林手藝的以前的一些資料 他們都挖出來 他們都帶回到道 現在呢 叫周廟 先以為那邊挖周廟 媽祖廟也是周廟是在這裡 所以呢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地方